美国警察到日本办案,却被盗国刑警当作笨蛋 结果直接破获大案,抓捕逃亡黑帮老大 这个男人名叫尼克,是纽约市有名的英雄警察 人至20年来破获多起大案 在一周有30起谋杀案的犯罪录时,尼克就像神一样存在 然而就是这样正义的人,有着现实生活烦恼 妻子在不有钱和他离婚 孩子每个月要支付赡养费,房子每个月要还贷款 巨大的经济压力让他力不从心 为了赚取10块钱,他不惜用命来赢得比赛 当早上来到警局,局长立马告知他一件糟糕的事情 反探局已经盯上他,让他接受调查审问 根据资料显示,三年前的一桩毒品案 尼克带人从车上查获现金3万5 可小道消息说,当时有7万 他们怀疑是尼克和搭档文森特自藏 面对指控,尼克大发雷霆 职责他们无中生有,没事找事 局长是相信尼克为人的 全警局谁贪污,他都不会相信尼克会贪污 事后尼克找到文森特喝酒姐妹 喝酒刚刚到上,他就遇到抢劫 几名日本黑帮成员持枪爽入 为首的墨镜男十分嚣张 直接从老头怀里逃出一个盒子 眼看对方人多势众 尼克让文森特不要轻举妄动 对方本打算就死离开 可黑帮老头非要作死 威胁墨镜男 老大不会放过他 结果对方淡定掏出刀子 在众目睽睽下 割断老头的脖子 就在墨镜男准备离开时 尼克高喊 一枪打死其中一名小弟 墨镜男驾车逃离时 直接被货车给撞到 尼克和文森特立马追了过去 双方在街头展开枪战 尼克追到一个冷库中 墨镜男从背后偷袭 打得尼克措手不及 好在文森特及时出现 最终将墨镜男给抓捕 然而墨镜男丝毫不服输 被警察带走时 还恶恨恨盯着尼克 经过调查 墨镜男名叫佐藤 是日本黑社会天流会的藏主 被他杀掉的人也是天流会成员 当时老头正在和美国黑帮做交易 虽然抓捕了他们 可具体内情并没有交代 佐藤抢抖的盒子也不翼而飞 尼克深感里面有猫腻 于是请求局长调查此案件 可局长告知他 无权干涉 日本大使馆向白宫施压 强烈要求佐藤引渡回日本 为了避免外交矛盾 美国方面只能答应 另外他们特意点名尼克和文森特 必须由他们两个押送回日本 尼克对此很生气 可也只能遵守命令 于是三个人便踏上旅程 飞机上尼克无聊的玩纸牌 可蔡道家的手法遭到佐藤嘲讽 尼克也不惯着他 只就一拳教他做人 终于在飞行几十个小时后 他们降落在大阪机场 还没下飞机 几名警察便来迎接 他们身穿警服 声称自己是大阪警察 简单交流后 尼克在对方文件上签字 就把佐藤交接了过去 任务完成 尼克还想着好好管理一下 可下一秒又有一群警察找上门 尼克立马意识到不对劲 可假警察的车早已走远 尼克立马打电话向警局报告 局长对此表示很无语 尼克很是生气 在警察局质问日本警察 为什么对方会有警察的衣服 还能通过安保森严机场 可惜根本就没有人理他 大家都把尼克当作了笨蛋 交接手续其实就是一张保险蛋 能被这种小把戏骗到 不是笨蛋就是蠢蛋 尼克也很无故 国家文化不同 他根本就看不懂 尼克申请要在日本办案 这句话不免遭到大阪警察局局长的嘲讽 自由没力见 不会震荡全世界自由了吧 不在你的地盘还想为所欲为 局长明明会英语 可就是装作听不懂 故意刁难激怒尼克 但毕竟尼克是美国人 总归还要给他几份面子 最终局长答应 尼克可以在日本办案 不过是一观察员的身份 不能直接参与破案 而且所有武器都有上交 他们在这里只是平民 没有作案执法权 而面叫松本的人成为他们的向导 负责看护尼克的安全 很快他们便得到线索 跟随镜头 尼克又走在街头 绚丽的霓虹灯 颓废弃气息的街道 到处都是高楼大厦 在灯光的衬托下 犹如赛博朋克 警局接到保安 说叶总会有人被杀 经过尼克的辨认 就是其中一名假警察 尼克发现 滋涉嘴里有一张百元美钞 由于是观察员 他无权触碰证物 连最基本的案情都不会告诉他 这让尼克非常郁闷 可很快他便有了进展 人群中有一名美国大美子 他立马上前打招呼 想从对方口中得到信息 没想到对方直接坦言 佐藤是故意杀害手下 然后引诱尼克前来 并且警告尼克 这是佐藤和老帮主之间的事情 黑帮火兵会死很多人 尼克还是少管闲事 晚上尼克和文森特 独自寻找线索 在路过一段商业节时 他们遭到一群摩托党的挑衅 第二天尼克是偷从松本嘴里套话 可松本嘴很严 尼克一无所获 就在他们谈话时 警方集结大量警役 配备武器准备行动 尼克见状 立马跑进车里 查查了一处左腾据点 在这里他再次见到假警察 也看到桌子上一打没刀 于是趁着没有人注意 他就装进口袋 可正好被松本给看到 松本以为尼克是为了钱 于是上报给局长 并把尼克当做了小人 无奈之下 尼克只能现场教学 假美钞燃烧时 方位处会有灰出现 真钞是不会有这种情况的 所以他断定 左腾抢的盒子里面 应该是假钞末板 现在的黑帮火兵 其实就是在抢夺末板 虽然在办案过程中 双方因为文化不同 闹得不开心 但文森特和松本之间很愉快 两人在舞台上放声大唱 玩得不亦乐乎 尼克再次找到大妹子 希望可以借此找到左腾 大妹子却告诉尼克 在日本是没有人会帮助外国人的 更何况他是美国老 异常消费后 文森特喝得灵丁大醉 尼克搀扶着他来到地铁站 结果再次遇到摩托党 一把枪走文森特的衣服 诱惑文森特追来过去 尼克想要阻止时已经来不及 结果文森特中了埋伏 左腾早已等候多时 他掏住长刀 在地上摩扎出火花 当着尼克的面 一刀砍下文森特的头 尼克在一旁无助的嘶喊 搭档的死让尼克心力交瘁 因为自己的执着 导致事情发展成这样 松本德之后安慰尼克 作为一个日本人 尤其还是日本警察 他从小接受的文化就是规矩 一切都要按照规矩来 要服从命令 不能有反抗 集体主义要大于个人主义 所以传统日本人是内向的 死板不懂变通的 可自从认识尼克后 美式英雄主义感染到他 为了心中的正义 他甘愿做那个打破条框的人 于是把文森特的枪交给尼克 两人合作一起抓住左腾 听完这些话 尼克有些惭愧 因为他并不是完美无缺的 三年前 他私藏了赃款 这件事情文森特毫不执行 尼克说生活压力太大 才会做出这种不正义的事情 松本对此很理解 毕竟整个美利坚都那样 尼克探物也是见怪不怪了 随后根据情报 他们跟踪老帮主营景 来到一家钢铁厂 尼克和松本站在远处观察 此时左腾正在和对方谈判 左腾要用另一个模板 交换属于自己的地盘 营景却说 左腾万恩负义 靠着自己发家致富 现在要反咬老东家一口 营景答应 只要交出模板 他们之间再也没有任何仇恨 就在左腾准备离开时 尼克向他们开枪射击 松本则去呼叫万元 在干掉两名小弟之后 左腾骑车打算逃离 尽管警车就在前面阻挡 可就像没有看到一样 眼睁睁给放走了 不仅没抓到左腾 还把尼克按住了 局长以尼克非法持有枪械 强行将尼克送上了飞机 松本对此毫无办法 当然尼克不会就此收手 他趁着工作人员不注意 挑进储物箱 跑下了飞机 然后找到了松本 可因为尼克的呼来 松本受到连累 暂时停止了 于是尼克找到大妹子 希望他帮忙联络营景 这一次大妹子答应了帮助 他告知 营景正在高尔夫球场 尼克独自找到对方 人还没有见到 就被打了一顿 他们前日之中就排斥美国人 所以根本就不会给尼克好脸色 营景告诉尼克 假超模板就是他制造的 但他不是为了钱 而是为了报仇 在他十岁那一年 美国扔下原子弹 营景一架在地下躲了三天 当爬出地面时 城市早已混于一旦 连下的雨都是黑色的 而这些黑雨含有大量污染物 美国不仅给日本带来黑雨 还将美国价值观灌输给他们 强行让他们接受 制造出了千万个佐藤这样的人 只追求利益不讲仁义 曾经优秀的传统都被抛弃 所以他才要制造加美超 以此来报复美国 第二天清晨 大雾弥漫 尘土飞扬 就像是末日废墟般 营景带着手下来到艺术郊外 他们要在这里和佐藤交易 数十名安保手持冲锋箱 时刻保护周围的安全 尼克也在周边草丛潜伏 他和营景达成协议 交易时 尼克冲进去干掉佐藤 可尼克还没有参考 就被一名安保发现 幸亏宋本即使出现 才不至于暴露 宋本也想通了 为了心中正义 不怕被处罚 此时佐藤也来到现场 虽然他交出了木板 可也必须切下小拇指 对之前的过错负责 本以为佐藤会乖乖听话 谁知他早就安排手下 在营景掏出另一块木板时 佐藤一刀刺中野井 手下也在此时杀了进来 尼克手持喷子杀进回场 一时间火光冲天 三方陷入了血栈 佐藤找到提前准备的摩托 一路狂飙想要甩掉尼克 可他并不知道 尼克车技超神 吃没锅暗藏的塞车手 每一会有功夫就追上佐藤 一个过肩帅把他给拿下 当看到佐藤身后尖刺时 尼克只需要一推 便能杀死仇人 不过尼克手术是初心 将佐藤带回警察局 尼克骄傲的样子 让所有日本警察颜面扫地 自己国家的犯人 竟然让别国警察给抓了 第五人真是丢到家门口 事情结束后 局长亲自为松本颁发证书 夸赞他优秀的表现 同志也向尼克深深巨功 作为礼貌 尼克也回警 然后相视一笑 离开了警局 在送尼克上飞机前 松本说 虽然罪犯抓到了 可是模板咱们也找不到 尼克回复 如果用哪个幸运人捡到 那以后一辈子不用发愁 有谁能够变出来 贾美超呢 两人分别是 松本送给尼克礼物 尼克交给松本一个盒子 当松本打开之后 惊讶地发现 里面居然是两张模板 随着尼克会心一笑 故事也到此结束 本片名为黑鱼 是一部跨国合作电影 表面来看是犯罪片 可导演又是拍出赛博朋克的感觉 画面效果丝毫不出 也一杀手 很难想象这是几十年前的电影 配乐画面堪称完美 个人认为是非常好看的影片 值得细细品味